甚至是排斥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走到现在的 当你一个人对抗所有人的时候 你有想过放弃吗 内容是三个兜的 是一只把梦子维修 他不是在这里 我 从没想过放弃 但是我确实 曾经因为对游戏的热爱 伤害了 我的家人 我的经历吧 就像一个小混蛋一样 不服管教 任性 肆意妄为 放弃学业 离家出走 你不是要走吗 你走 反正你长大了 翅膀硬了 妈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 一天到晚就只能打游戏 打游戏 我都说过你多少次了 你有听过吗 你说 打游戏能有什么前途 对这个社会能有什么贡献 这是我喜欢的事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妈 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我理解你 我理解你什么呀 我一个人民教师 我能教好那么多孩子 我怎么就教不好你呢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还打不打游戏了 打 好 你给我滚 你走了以后 你就再也不要回来 所以 从我以此为职业的那天 我就告诉自己 不出成绩 绝不回家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并不是所有违背常规的 都是错的 我可以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知道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职业 觉得电竞圈 就是混混日子 打打游戏 和在网吧没什么区别 大家 可能都只是看到了直播打赏 粉丝的疯狂 还有那些千万的年薪奖金 可是我想问一下 这都是真的吗 和所有体育项目一样 电子竞技 是所有顶尖选手之间的对抗 而这些顶尖选手 经历的训练磨合 以及抗压能力 绝对不比任何一个体育项目 简单 不比他们差 有前辈曾经说过 我们的世界 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残酷 因为失败的案例太多太多 有天赋的 不一定能够打得出来 打出来的 不一定能够被人记住 被人记住了 不一定能够有好的成绩 所以 那些打出成绩的职业选手 都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 他们的努力决定了他们的上限 就像各位 做题 背单词 背考雅思一样 如果你失败了的话 你会后悔当初打游戏吗 电子竞技虽然是游戏 但是它成功的过程 却不是游戏 我努力过 就算失败了我也不后悔 青春并不是用来掩盖错误的借口 但是青春确实只有一次 决定去做 就要有永不回头的决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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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